南韓政府追究離胎院意外之際 首爾龍山警察署情報科 有一名科長在今天的中午陳時家中 而警方目前研判 他可能是親生 死亡的鄭信科長 現年五十五歲 他在離胎院事故發生之後 涉嫌刪除情報官公務電腦的文件 並且疑似縮使情報科的職員 就被懷疑是意圖要規避責任 南韓警方特別在這個二號 就逮捕了這一名正姓的科長 並且立案來調查 而死亡的正姓科長 他在十號曾經暗示自己 有可能會親生 沒有想到在十一號就傳出了死訊 也讓離胎院的踩踏事故 爆出了案外案